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一刻才发现他们两个是同类 真是不达不相识 从此他们握手言欢患难欲共 正在高兴的时候意外的事情发生了 这里究竟是一座什么样的城堡呢 猫 你的飞机怎么样 还能飞吗 要修好了才行啊 什么破玩意儿 真没用 都是你的坦克太重了 谁让你吊我的 我又没请你 这样算了 别发火了 说我不好 好吧 轻点 这到底是什么玩意儿 不是啦 什么也看不见 你讨厌 别打 现在他们还不知道我们在里边呢 干嘛 你要是一开胖啊 他们就会报复的 走 那边看看去 咱们人生地不熟的 还不如三十六计作为上策 对呀 这东西会跑啊 你飞机不要了 谁说不要了 现在把猫引开 我才能回去修飞机啊 猫 猫 猫 我来跑 我们完了 怎么了 你自己看吧 哎 我的妈呀 这是什么东西啊 反正他们打不开坦克的舱盖 别怕 就是 我一点也不怕 他们把坦克怎么样 对吧 快来看呐 这是个什么东西啊 不知道 从哪儿来的 听说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是吧 就是 那会从哪儿来 这能打开吗 这有缝 孩子们 说不定里边有好吃的 真的 我们可不能等死 那得想办法把它打开 对 和他们拼了吧 这么个拼法 心里把头顶上那家伙给甩掉 对啊 都捡起来 快跑 真好 真好 他们怕我的坦克 这下我有办法了 我也有办法了 什么办法 冲过去 把他们打个落花流水 不行不行 真把他们惹急了 我们可不是他们的对手 那你说怎么办 那你说怎么办 慢慢的开过去 使他们保持在我们的恐惧心里 嗯 行 不行 好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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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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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嗯 哎怎么搞的 上坡了 没约 啊 啊 恰达是假的安全了 仓岸想打也打不开了 就是脑袋也得受不了 大伙别往前击 别往前击 排队了 注意了 涨个命令 要把这东西扔到池塘里去 你的坦克漏水吗 又不是船 当然漏 咱们要是鱼就好了 我可不愿当鱼 为什么 当鱼就还是让猫吃 真的 那就当个小乌龟吧 少废话 听 我讲到了 按声吧 预备 怎么办 暂时是没办法 暂时 再过一会儿就完蛋了 我不怕 我有很多朋友 如果我死了 他们一定会想念我的 我宁愿自己来想念 在这儿等死 不如这胖胖的运气 以前有只叫咪哩的猫小吃我 准备我好运气 才活到今天 那好吧 但愿今天也是好运气 不好了 看来今天运气不强 用别了 探个手背他 你是个好样的 用别了 我一定是不可 但愿他们先咬我的屁股 那样我终于咬着他们的鼻子了 请吧 请吧 还等什么呢 亲爱的 他说什么 不知道 请吃啊 妈妈 吃什么呀 真对不起 我是研究语言学的 刚才您的那句话意思不完全 可以理解成请我们吃东西 那当然是不可能的 因为你们一无所有啊 也可以理解成要我们请你们吃东西 你们是外来的 那自然是应该的 不过 对老鼠来说 猫的语言只有一种 就是吃 什么叫老鼠 老鼠 没听说过 快起来 你们连老鼠都不知道 亏你还是个大学者 对不起 我是学语言的 对于物种学 既然你们不知道 为什么又要把我们扔进食堂呢 申表欠你 我实在对不起 我们克里斯王国的居民 都是一些爱好和平的人 几百年来 从来没有跟别人结下过冤仇 可是从今年开始 我们这儿的孩子经常半夜失踪 失踪以后不久 就能在野外找到他们的骨头 内脏和肉都没有了 谁干的 看见的人都说是一些套着黑口袋的人干的 可以肯定是你们克里斯王国自己的人干的 第一 第一 试照的人才能熟悉情况 进出自如 第二 只有怕别人认出来才需要伪装 是啊 大家都这么想 可是谁也抓不住他们呢 我们倒是可以帮忙 不过先得把飞机修好 还要把迟早里的坦克拉上来 这好办 如果你们能帮忙除掉这个祸害 克里斯王国的公民一辈子都会感激你们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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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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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远书客 从你书客 毕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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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远书客 从你书客 自己的路 自己走 谁向我们帮助 只要叫声书客 毕他 开飞 truc的书客 俺老六许书客 开挡他 毕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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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好要 毕你书客 毕他 北塔北塔我在五号区 没有发现情况 随时保持联系 随时保持好 黑口带出现了 在三号地区 快点 快走 他们在这儿呢 他们分开了 我盯上一个 快跟我来 这身影就在前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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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住 那你往哪走 你不要不许动 让开 这里 这简直不可思议 非以所思 国王的自卫队 怎么会干这种事 就是 那太可怕了 我就说过 这些谋啊 没有一个事 教授先生 国王派人来了 请进 什么事 国王要接见我们 看来就国王挺好客 要请我们吃一顿了 你想去 干嘛不 我想我们还是不去的好 他们的国王一定见得识广 说不定会认出我们是老鼠的 这我倒没想到 对 不去了 我们还是离开这里 要是国王发脾气了怎么办 是啊 这样可叫我们怎么办 就是 不能不去 告诉他 是我们自己走了 不就得了 那我们就没命了 你们的国王这么厉害 他有法术 如果你们不去 他一旦发起脾气来 那我们可都得完蛋了 就是 进来这可就出不去了 客人呢 嗯 请 等等 请二文少贺 待会这个国王也是个不认识老鼠的笨蛋 国王驾到 国王驾到 没想到吧 我的朋友 我也是一只老鼠 你们一个是飞行员 一个是坦克手 真是咱们老鼠家族的英雄 请吧 二位 请入席 请 既然是一家人 那我们就不客气了 对 书客 来 不用客气 二位 请随意品尝 这是炒猫肝 这是红烧猫肉 这是炸猫排 这些都是猫肉 不错 很嫩的小猫肉 你怎么能吃猫肉 老弟 猫为什么能吃老鼠肉呢 对不起陛下 我们这几天有点闹肚子 能不能换点清淡的 完全可以 告诉厨房 要一碗猫爪汤 是 陛下 您真了不起 居然当上这个猫锅的国王 我可不是一只普通的老鼠 我有一颗永远不会损坏的心脏和一颗老虎胆 另外我还有一节高能核电池 谁要是不服从我 我就放电 别害怕 我从不对朋友放电 我刚到这时许多猫都不服 当然了 要叫猫服老鼠可不是那么容易的 那天就在这儿 猫国王和大臣们都在 我对他们说该我来当国王了 那你一说他们就答应了 当然没那么容易 你想 他们有那么多文武百官 肯向我一个人认输吗 当时我就让他们尝到了我的厉害 我一放电 刷 把他们全击倒了 那个最不服气的大将军还想上来 我把他烧成了焦炭 我看二位都是闯荡江湖的好汉 名人不说暗话 你们到我这儿只有两条路 第一条咱们合伙干 有了你们的飞机和坦克什么都不用怕 你们一个做大臣一个做大将军 我包你们荣华富贵怎么样 还有一条路呢 如果你们不愿走第一条路 那么只能死在这里 我们哪能做的走狗 你这老鼠比猫还坏 如果走第一条路有什么条件 没什么条件 不用签字画鸭 只要你尝一口这桌上的猫肉 你这恶贯 来吧 放电 请慢 让我们考虑考虑 好吧 给你们三个小时 好好想想吧 来人 这些可完了 别灰心 再想想办法 只要让我们回到飞机坦克上 就不怕他了 可是他偏要我们吃那该死的猫爪汤 我宁愿死也不愿意吃 是啊 他是个毒辣的家伙 只要我们吃了猫肉 就等一通克里斯王国的居民为敌 轻任他摆布 要是我有个鞭子就好了 鞭子不传递 用他来抽 大哥 你听什么声音 让我进去瞧瞧吧 对不起 小姐 没见到命的 你还挺认真的 他们都是国王的兄弟 因为刚才吵了架 国王才把他们关在这里的 他们迟早要出来当官的 到那时候没有我给你说几句好话 你还活得了吗 小姐言之有理 我叫菲菲 我和你们一样也是这里的犯人 你也是囚犯 打字我也不信 我知道 你们是不愿吃猫肉被关进来的吧 我跟你们不一样 我是不愿嫁给白鹿才关进来的 白鹿 白鹿 就是那个国王 呸 我知道 他是从研究所里逃出来的 你关在这里怎么这么自由啊 你真傻 白鹿不是说要娶我吗 我告诉这儿的看守 只要我一高兴 我就是王后了 所以他们都不敢这么管我 白鹿放电 真有那么厉害吗 白鹿这么厉害 你干嘛不嫁给他呢 这家伙最多只能算半个老鼠 他的心脏 胆都是人造的 还要靠电来维持 他的心冷得像冰 在这儿都刺杀了多少猫 我不能跟他过 我到这儿来是要告诉你们一个如何战胜他的秘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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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そう 太やв自然 好 好 好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